市府六甘教为了保障六甘制压的安全 今天上午邀请出公园区跟爱洁市公司 作为教区记者会 宣布中会在9月22日到9月29日期间 办理市场在海以后的安全健康活动 这次的一个活动大概是9月22号开始 然后我们会办四个主题 一个是堆高机的安全的危害预防 9月25号会办理特定化学物资 9月28会办理工地安全 然后9月29号会针对制造业跟钢铁的危害预防 办理这个四大主头的一个宣导会 市场外团分着堆高机化学物资 公地安全还有制作业和抗体业的危害 顶顶不一样的内容 市场实质的体验和科技 让六甘哪做哪后建立健康的遗用观念 那我们苏谷也非常荣幸 因为我们除了科技生活生态以外 那现在又再加入了安全与健康 那当然我们代表整个苏谷园区的厂商 然后希望能够往年都 未来都能够跟劳工局这边合作 然后为了整个苏谷园区 劳工的安全跟健康一起努力 在那个地板的投射灯方面的话 都可以确保人跟机械上的安全 那除了硬体外 那软体的部分 我们除了说取得征兆的人员以外 在场内我们有相关的一个教育 跟那个认证的部分 那以硬体跟软体互相搭配 来达到最安全的一个环境 既然健康处台地署中的陈美研标时 校园来到现状操纵力室 未来若是遇到危险的时候 才能马上欢迎 其他透过资源的结合 提升赛产品体的安全为新的追准 今天事务务务务务局欢迎您